第59届白响艺术大赏终于登场 典礼现场星光熠熠 而竞争激烈的白响事后渐分小的一刻 让两位优秀的女演员成为了当日的话题之最 宋慧乔这次转型突出重围 终于在白响拿下事后 而非常律师与英徐朴恩斌不负众望成最大赢家 也刷新记录成为2000年后白响史上最年轻大赏女得主 成为了目前韩宇唯一拿下该奖的90后演员 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高呢 白响电视剧部分 世帝事后是当年的最佳演员 大赏获得者则是超越演技 在小荧幕有更大影响力的个人货者作品 可以说是白响最厉害的奖 今年大赏获奖者被提及的有 朴恩斌 非常律师与英徐 李星明 金恩书 黑暗荣耀等 据悉 该奖项是在颁奖典礼当天进行最终投票 朴恩斌不仅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 并且成功地拿下7票满票 足见其实力 而白响这59届走来 拿过白响大赏的也就只有6位 2011年第47届秘密花园玄斌 不少人以为30岁的朴恩斌是最年轻大赏得主 但其实玄斌29岁就以秘密花园拿下大赏 玄斌过去以韩剧保镖出道 2011年在凭借秘密花园金组员一角攀上事业巅峰 还一举夺得百想大赏也成为百想最年轻的难得奖者 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最年轻得主 而玄斌近年又以爱的迫降攀上事业新高峰 即使年过40依旧火红 2014年第50届来自星星的你全智贤 全智贤15岁就以杂志模特出道 2001年以我的野蛮女友跃升为一线女星 2014年在凭借来自星星的你攀上事业巅峰 不仅成为红遍全亚洲的寒流巨星 还因此夺下当界百想大赏 影响力不言而喻 而全智贤近期除了传出 将与江洞源合作谍报剧《北极星》 还惊喜曝光有望二搭 我的出走日记 孙喜九拍摄新剧的消息 想必能再度迎来事业新高峰 2009年第45届 2019年第55届要演金慧子 金慧子是韩国备受尊敬的老戏骨 更是百想艺术大奖 自1979年起创立电视部门大奖后 除了1999年外 每逢九结尾的年份 皆为最高荣誉的大奖得主 而自2000年后 金慧子也成为唯一二度夺下大赏的演员 从2009年以妈妈掌脚了 成第45届得主 到2019年以要演拿下第55届大赏 同时也是朴恩斌拿下大赏前的上一位大赏得主 2004年第40届完整的爱金喜爱 虽然玄斌是百想艺术大奖 自2000年后最年轻得主 但其实早在1993年 当时26岁的金喜爱 就先是成为百想创设以来 史上最年轻的大赏得主 同时也是与金慧子并列 为二层不止一次拿下大赏的演员 战绩相当辉煌 而近期惊喜爱也以Netflix新剧造后者造成不少话题 演出实在太出彩 2010年第46届善德女王高贤婷 韩国小姐出身的高贤婷过去以沙漏走红 后又以善德女王再攀事业巅峰 不仅以该剧成为红遍亚洲的顶级女演员 还因此拿下第46届百想大赏 而今年高贤婷也将与网菲携手合作新剧假面女王 渴望能再创收视奇迹 相比于他们 对于许多网友来说 朴恩斌这个名字还是过于陌生 但其实他已经出道20多年 且已经演过几十部影视作品了 1992年生人的朴恩斌 已经以演员身份出道至今已24年 在1998年通过影视剧白夜3.98正式出道 后续先后参演了《求婚大作战》 青春时代棒球大联盟等影视剧 童星出道的他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 从配角、主角、大女主一路演过来 演技、颜值通通在线 也曾推出过不少口碑佳作 包括金牌就原你喜欢布拉姆斯玛恋目都在内 直到奇怪的《律师与英语》这部剧 才迎来了事业巅峰 同时也是本届百想时候呼声最高的一位 没想到朴恩斌没成事后 反而拿下百想最大奖 30岁就打败一众优秀的前辈 也成为2000年以来 百想史上最年轻的大赏女得主 朴恩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朴恩斌在敢言中表示 我认为我是代表剧组拿这个奖 真的谢谢大家 一年之间有很多作品 有很多优秀的人 却把奖给了我很感谢 应该是托喜爱这作品的大家的福 感谢收看与应许的大家 不断地感谢观众们对该剧的喜爱 接着又忍不住低头乌叶说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会拿奖 而宋慧乔出道至今已27年 作用多部暴剧 却始终没有夺得事后过 如今终于以黑暗荣耀文东恩一脚丰厚 还一举打败非常律师与应许 朴恩斌 我的出走日记 金志愿 王后散下金慧秀和安娜秀制 在死亡之组中成功脱颖而出 让网友直呼感动 乔妹终于受到白想肯定 而宋慧乔也不忘高喊 我得奖了 闲正啊 而宋慧乔也被拍到班晚奖后 雀跃下台的模样 看得出来首度丰厚的乔妹 真的很开心 整个人美到发光 身为宋慧乔的迷妹之一 韩少喜也马上通过个人 ins现实动态线上祝贺 截图里的宋慧乔气质出众 眼睛闪亮亮的 并含着微笑 韩少喜还后置加上三颗小星星 下方是代表激动的动图 可以感受到她喜悦的心情 与此同时 财阀家的小儿子男主角的宋仲基 却没有入围候选名单 因选角不利 与最佳男主角失之交臂 双宋竟与天差地别 实力碾压前夫 也终于让宋慧乔扬眉吐气 将前夫夹注在自己身上的这口恶气 统统吐出 此前宋慧乔见一个爱一个被疯狂诟病 多次因戏生情的他 在与前夫宋仲基婚后闪离 也终于心灰意冷 再次扬帆起航 专注自己事业 今年开始 宋仲基疯狂地碰瓷宋慧乔 终究被舆论反噬 有媒体拍到宋仲基三月之后 就与现任妻子KT走到一起 为此很多网友指责宋仲基早就移情别恋 更有人扒出KT是一个单亲妈妈 早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那么宋仲基到底是图什么呢 很多网友猜测 宋慧乔为了事业不愿意生孩子 所以才导致二人之间矛盾 但也有的人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据韩梅记者透露 宋慧乔早已经有了回归家庭想法 而且准备在拍摄男朋友聚集之后 积极备孕 那是不是说 在两人提前感情有变之后 就已经开始积极备孕 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不论是否如此 宋慧乔婚姻亮起红灯 甚至在离婚声明中 宋仲基发出一段别有异味的文字 希望两人能够圆满结束离婚程序 不要互相指责 这无疑让网友望洋心叹 如今 宋慧乔与宋仲基离婚四年 双宋CP已经成为过去式 作为不老容颜的宋慧乔 已经从阴影中走出 开始在事业上风生水起 宋慧乔曾说 如果是你的 终究会是你的 如果不是 也永远抓不住 他在自己的爱情里 无条件相信对方 因为爱 所以选择并且相信 但爱情始终是两个人的事情 单纯的一方紧抓不放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看来 宋慧乔注定要成为事业型女强人 婚姻和生孩子 或许会成为他的枷锁 但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 谁也不敢说什么 如今 宋慧乔凭借黑暗荣耀演技一路炸裂 从而获得第五次 百想艺术大赏提名 成为事后最佳女主角 反观宋仲基 在财阀家的小儿子中演技平平 没有出圈 对宋慧乔来说 没有爱情算什么 不通过碰瓷 也不需要营销 照样可以吊打前夫 成为妥妥赢家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到底怎么看呢